神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曾透过祂的仆人对我们说话 今天早上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到神的先知向全世界说话 纳尔逊会长,我们爱你 我要鼓励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去研读和听从你的话语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满12岁以前 由于战争和政治纷争的缘故 我的家庭曾两次被迫逃离我们的家 在混乱、恐惧和动荡之中试图重新安顿下来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充满焦虑的日子 但对我亲爱的父母来说想必更令他们恐慌 我的父母很少在他们孩子面前露出担忧 他们竭尽一切所能承担着压力和磨难 那样的恐惧肯定非常令人喘不过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在世上留下了一道印记 也在我心中留下一道印记 回想起在我最为孤单寂寞的时刻 我常常会想 这世上还剩下什么希望吗 当我沉思这些问题时 我想到了在那段岁月里为我们服务的年轻美国传教士 他们离开了舒适又安全的家 来到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德国 这个不久之前还与之为敌的国家 来向我们的人民献上神圣的盼望 他们不是为了责怪、说教或羞辱我们而来 他们是自愿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 不求属世的利益 只想帮助他人找到他们自己 曾经历过的喜乐和平安 对我而言 这些年轻人非常完美 我相信他们也有缺点 但我感受不到 我会一直认为他们是神派来的 是光明与荣耀的天使 怜悯的使者 是良善也是真理 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计讽 埋怨、憎恨和恐惧 这些年轻人所留下的榜样和教导 还是让我充满了希望 他们所传递的福音信息 超越了一切政治、历史、怨恨、悲伤和个人事物 在那段艰困的岁月里 我们有很多重大的疑惑 而这个信息提供了神圣的答案 这个信息是神活着 即使在不安、困惑和动乱的时刻中 他也会关心我们 他真的在我们的时代显现 并复兴祂的光和真理 祂的福音和教会 祂再次向先知讲话 神与我们同在 祂亲自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并积极地引导祂的儿女 当我们稍加仔细学习天赋 为祂子女所预备的救恩和超生计划 以及幸福计划时 我们会对所能学到的事感到惊讶 当我们感到不足 被放弃或被遗忘时 我们学到要确信神 并没有忘了我们 事实上 祂向所有的儿女提供了难以想象的祝福 也就是成为神的后裔 和基督同坐后裔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们会永远活着 获得十足的快乐 且有潜力能继承宝座 国度公国能力 知道我们可以拥有这么伟大 而神圣的未来 令我感到非常谦卑 不是因为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而是因为认识了神的地位 知道这点后 我们还有什么好 抱怨或愤恨不平的呢 当万王之王提出邀请 让我们搭上那般直飞 难以想象的神圣幸福 未来的班机时 我们怎么可以不抬头仰望呢 由于神对我们完美的爱 以及耶稣基督的永恒牺牲 我们的罪 不论大小都能被涂抹掉 且不再被记住 我们可以纯洁配衬 且圣洁力站在他面前 我的心充满了对我的天父的感谢 我了解到 他不会让他的儿女来到世上受尽折磨 却找不到光明和永恒 未来的希望 他提供了如何回到他身边的指示 而这一切指示的核心 就是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 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 救主的无限赎罪 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 罪孽和不完美的方式 与其陷入这样的泥沼 自觉无可救药 我们更可以从中学习 并充满希望 悔改的洁净恩赐 让我们放下罪恶 成为新造的人 耶稣基督 让我们 免于受到失败的束缚 而是透过失败获得进步 就像音乐家在练习音阶一样 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失误 缺陷和罪恶 视为机会 让我们提升自觉 加深对他人诚挚的爱 并透过悔改 获得进步 假如我们悔改 那些过犯就不会使我们丧失资格 这是我们进步的一部分 与我们将能成为的荣耀而庄严的人物相比 我们现在都只是婴孩 这世上所有人都要跌倒 碰撞和受伤无数次 才能从爬行学会走路 再从走路学会跑步 如果我们努力不懈地练习 一直尽力遵守神的诫命 付出努力悔改忍耐 并律上加律应用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我们就能让光充满我们的灵魂 尽管我们现在也许无法完全理解我们的全部潜能 我们知道 救主若显现 我们将会见到他的容貌 并且必得见他的真体 这是多么荣耀的应许啊 这个世界确实充满了不安 而我们也确实有各种软弱 但我们不必低头绝望 因为我们可以信赖神 可以信赖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也可以接受圣灵的恩赐 来引导我们走上这条通往充满喜悦 和神圣幸福的道路 我时常会想 耶稣基督要是今天和我们在一起 他会教导并做些什么呢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他履行了要去拜访他另外的羊的承诺 摩尔门经 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 寄述了他向美洲大陆人民显现的事迹 我们拥有这本珍贵的记录 来见证救主的事工 摩尔门经中的人们 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 他们的历史 文化和政治氛围 都与耶稣在城市传道期间 所教导过的人民大不相同 然而他所教导他们的许多事情 还是与他在圣地所教导过的一样 为何他要这样做呢 救主总是教导永恒的真理 这些真理适用于各个时代 和环境中的人民 他的信息一直都是希望的信息 见证神 也就是我们的天父 从未放弃过他的儿女 神与我们同在 两百年前 救主再次回到了世上 他与父神一起向十四岁的约瑟斯密显现 并带领着福音和耶稣基督教会的复兴 从那天起 竹天便开启了 有天上的使者 从不朽荣耀的殿堂降临世上 倾注来自高荣宝座的光与知识 主耶稣基督再次向世人说话 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非常蒙福 能在教医和圣约读到他的许多话语 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可以来阅读 并研读这本书 这些话语对今日的我们而言 是多么的珍贵啊 而我们应该也不意外地发现 救主再次教导了他福音的核心信息 你要尽心尽能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并奉耶稣基督的名侍奉他 他鼓励我们寻求神 并遵行他透过他的仆人 众先知所启示的教导 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并对所有的人充满仁爱 他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双手 周留四方行善事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他向我们提出挑战 来跟随他伟大的任务 也就是去爱 去分享 邀请所有人聆听他的福音 并来到他的教会 他命令我们建造神圣的圣殿 并在圣殿中服务 他教导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 我们的心不应追求个人的权利 财富 认同 或职位 他教导我们 要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 追求一个叫好世界的事 他劝告我们 要寻求喜悦 启发 平安 真理 和幸福 也要寻求不死 和永生的应许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点 假设耶稣今天 来到你的知会 分会 或你的家中 那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他会完全 看透你的内心 外貌 将不再显得重要 他会知道 你是怎样的人 也会知道 你心中的渴望 他会扶持 温顺和谦卑的人 他会医治患病的人 对于心存怀疑的人 他会赐予去相信的信心 和勇气 他会教导我们向神 敞开我们的心 并向他人伸出援手 他会认可 并赞扬 诚实 谦卑 正直 忠信 同情心 和仁爱 任何人 只要看过他的双眼 就会成为不同的人 我们都会获得永远的改变 深切认知 神确实与我们同在 会带来改变的力量 我用仁慈的目光 回首那尚在成长中的自己 如果我能回到那个时刻 我会安慰他 并告诉他 要持守正道 并且不断寻求 我也会告诉他 要邀请耶稣基督 来到他的生命中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以及那些正在寻求答案 真理 和幸福的人们 我要向你们提出同样的忠顾 要用信心和耐心 不断寻求 你们祈求就会获得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要信赖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认识神 是极为重要的任务 也是蒙福的机会 当我们放下骄傲 带着破碎的心 和痛悔的灵 来到他的宝座前时 他就会靠近我们 当我们寻求 跟随耶稣基督 并律上加律地 走上门徒之路后 终有一天 我们将会获得 那份难以想象的大礼 也就是获得 十足的快乐 我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天父 会以完全的爱 来爱着你们 他已用无数方式 证明过他的爱 但其中最重要的方式 就是他奉献了 他唯一的独生子 作为他 给他儿女的礼物 好让他们可以 真正回到天上的 父母身边 我见证 我们的天父活着 耶稣基督 带领着他的教会 我也见证 罗素纳尔训会长 是他的先知 在这个充满喜悦的 复活节 我要向你们 表达我的爱和祝福 敞开你们的心 来迎接我们的救主 和救赎主 不论你的情况 考验 折磨 或者过错为何 你都可以知道 他活着 他爱你 而且因为有他 你将永远 不会孤单 神与我们同在 我为此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